一个人的生命 一定要与其他所有人的生命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 既有他才有你 有你才有我 有我才有他 实际上就是一个循环 如果人与人的感情不连在一起 这个人就不能活在世界上 比如 一个人不能够容忍人家 没有朋友 与父母不合 与孩子不合 与朋友不合 与任何人都不联系 你们说 这人活在世界上有何意义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所以人与人是一个整体 从玄学上来讲 人本身就是一个元灵 师父还说 每个人最早的时候都是在一起的 所以要相互爱护 相互帮助 哪怕看到他的缺点 你只要是为他好 就不要担心他会不明白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到 我是牧师兄 我分享一下 我学佛后的收获 及灵感案例 我是2019年 闻到了书上的心灵法门 再次感恩度我的师兄 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师兄给我结缘了法宝 第二天我就开始拿起经书念经做功课 一星期后就开始学佛念经文组合小房子 接着设佛台 开始许愿初一十五吃素 后听师兄们分享许愿吃素 我也许愿吃素 通过学习使我懂得了 吃素戒杀生 不和众生结冤 分享一 通过三大法宝 我的失眠症竟然好了 在没学佛前 吃过很多中药进行调理 效果不明显 我自从念经后 每天做功课 念经文组合小房子 许愿放生 忏悔 读白话佛法 听师父的开示 每天晚上听着师父的开示录音入睡 三个月后就能睡五至六个小时 半年后就彻底好了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分享二 我多年的胃病好了 通过学佛念经 改善多了 原来一年四季不敢吃凉的东西 冬天吃水果 冬天吃水果要蒸一下才敢吃 现在 胃基本上好了 通过学佛念经 冬天也能吃水果了 分享三 通过五大法宝 我的肺病好了 我2018年 因肺癌做了手术 2022年9月底 到了接近手术的第五年 是个比较危险的时刻 有一段时间 我身体不是很舒服 后背经常疼痛 几经反复还是去了趟医院 医生说 我的肺有炎症 需要打点滴 后开了些消炎药 医生说 三个月后再做复查 这期间 我女儿有梦到 她的牙齿掉了一颗上牙 很不好 每隔几天 我也有梦境 梦到自己手指上长东西 很不好 此刻心里像压了块大石头 担心的不能用言语表达 我就用五大法宝 许愿八百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放生 在佛台前 向菩萨妈妈忏悔做错的事情 读白话佛法 做功德度人 许愿清修 那时正好是冬天 多次去外面度人 三个月后 去医院复查 拍了一个片子 医生说 很好 我的肺部没问题了 也就不用去医院了 当时我的心情 无法用言语表达 就是不停地说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观世音菩萨 不知道说了多少遍 女儿也激动地说 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 再就是 我通过学习白话佛法后 明白了很多道理 很受益 现在日常生活中 遇到问题 不会像过去那样处理了 增长了智慧 脾气也温和了很多 现在 每天虽然忙忙碌碌的 但很充实 心情也很好 法喜充满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把这么好的法门 带给我们 让我们通过学佛念经 来化解生活中的烦恼 让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 感恩遇见每一位师兄 感恩帮助我们的师兄们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有关端午节的佛学开示 一 精彩问答开示 一 有关端午节的意义 习俗 及注意事项 三 端午节是地府的小假期 提前一个月 就容易吵架争执 选自 卢台长开示 解答来信一货 162 问 台长开示过 端午前 可能夫妻家人会吵架 相当于地府的一个小假期 请问 端午节前多久 要开始小心 是像中元节那样前一个月吗 答 是提前一个月 一样的 四 端午节 清明节 只能护到安康的原因 选自卢台长开示 解答来信一货 165 问 请问有这样的说法吗 切记 不要祝他人端午节快乐 端午节和清明节都是祭奠日 普及点知识 端午节不能互助快乐的 最多互助端午安康 因为端午节是个祭祀节日 这天 吴子虚投钱塘江 曹娥旧旧父 曹娥旧父投曹娥江 大文豪屈原 投蜜罗水 五月初五是独日 是个悲壮的日子 是祭祀日子 要知道了 不是所有节日都给互助快乐 如清明节 端午节 只能护送安康 答 过去好几个朝代都崇尚不要讲 的确每个节日不同 就算母亲节 如果你冲着一个男人说 母亲节愉快 合适吗 要什么节日 讲什么话 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有时候可以说 节日愉快 也不要说什么节日 祝大家节日快乐一点 不是什么问题 但是大家说 端午节愉快 就有点不如法 不能说 是投江愉快 谁会说清明节愉快呢 现在他这个说法 是如理如法的 五 端午节可以上投乡 选自2020年6月26日 悬疑问答 请问师傅 那个端午节的当天 可以上投乡吗 端午节的投天已经过来 那明年吧 明年 今年没赶上问 可以的呀 上投乡都可以的呀 如果烧第一炷香 人家都是叫投乡呀 投乡就是幸运呀 你看你坐飞机 坐得靠前也是好的 坐船坐得靠前也是好的呀 你得到普通的新加持呀 嗯 好的 好的 哦 感恩师傅 此备开始 六 端午节是祭奠的节气 一多念经 多收小房子 选自2012年6月22日 悬疑问答 明天呢 就是我们中国人 传统的端午节了 实际上端午节呢 也是说 致电一些亡人的 所以希望大家呢 多多念经 凡人碰到节气的时候呢 总是呢 会有一些亡人来找你 会有一些麻烦 所以呢 希望大家呢 多多念经 多多的烧小房子 七 端午节前后 要多念新经 在任何节气 多念经 多磕头 效果会更好 选自2012年6月22日 悬疑问答 听众朋友们 明天啊 就是端午节了 星期六 那么大家都知道 中国人的自重 只是一个礼节 实际上呢 是一种怀念 啊 居然 虽然这是中国的 一个典故 端午节 实际上这个节呢 是根据 任何在人间的 任何一个节日 都是天上和地府 都要同意的 实际上像这种呢 并不是单单 只是居然的问题 是指所有 我们生活在人间的 一些父母亲啊 我们的长辈啊 他们所有的恋人啊 他们所有过去 欠人家债的啊 那些人 如果跟你有缘分的话 他们都会过来找你的 所以在这个节日之前 人有时候会 吵架 不开心啊 或者最重要的问题 是感情上 会发生很多问题 所以希望大家呢 在端午节的 左右呢 多念新经 如果你没有小房子的话呢 多保证自己新经 然后呢 如果有小房子的话呢 最好烧小房子 尤其明天 凡是任何节气 多念经 多磕头 总是好的 而且呢 念经的效果呢 总是比平时呢 多 感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 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另外 世界上的万物 实际上和一切 有生命的现象 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也就是说 世界上的万物 都是有情 有义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 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嗯 同时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 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